大家好 我叫Louisa 我跟了Anthony 學了兩個半月的小提琴 我從初沒有任何音樂底子開始學起 首先他會教我正學站姿 鋸琴 拉小提琴 拉高的姿勢 到我掌握了正學姿勢之後 阿Sir就會開始教我怎樣按手指 拉高的姿勢 以及到目前已經學了幾首高級的考試歌 除此之外 在課堂中也會學到樂理 跟阿Sir一起合奏 測試一下我的音準 如果課堂之間有剩餘的時間 阿Sir也會問我想學什麼歌 例如一些流行曲 結婚的歌曲 像Canon in D 總括來說 阿Sir的課堂 是應真一來又很輕鬆的 Hello 我叫Ken 我跟了鳳Sir 學了兩個半月的小提琴 因為可能我之前曾經學過 所以現在都在學 grade 1 但是鳳Sir很注重我 然後幫我矯正一些基本的站姿 以及一些手法 應該怎樣去矯正正確的基礎 就是這樣 大家好 我的女兒呢 從今年七月份開始和鳳老師學琴 她之前基礎不是很好 而且學了很久 沒有太大的進展 所以跟鳳老師第一次上課之後 她就對老師的意向非常好 而且覺得老師上課的形式很生動有趣 能夠吸引她的注意力 她也有興趣和老師學 學到現在有五個月左右 她有很大的進步 而且我本人呢也很有興趣和孩子一起學 所以我也跟著練習 覺得老師的教訓方法都很適合我們 而且我的女兒只講英文和普通話 那麼老師的普通話也蠻好 可以真正幫到我們 嗨 我是Ruby 我本來也有學鋼琴的 也是有做演奏級的 平時也有做兼職的鋼琴老師 半年前就跟著Anthony Poon 學小提琴的 我覺得她的教法 就很注重一個正確的姿勢 例如站姿 怎樣去拿起琴 怎樣去運功 我覺得這個教法相當之好 令到我很快就上手 現在我就在學三級的內容 平時上課有拉一些流行曲 耳重咒和一些考試歌 我覺得在她身上有很多得著 也學了很多東西 跟她上課也是很開心的 好嗎